Hello,大家好,我是图宁Python学院的木木老师 那么现在是负责我们图宁Python学院的数据分析课程研发的一个VIP老师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内容的话是数据分析 那么数据分析的话是基于我们的一个Python编程语言开发的 主要是数据分析它这里是分为两个部分 那么主要是分为哪两个部分的一个部分是我们的一个Python Ison数据分析基础 那么这个部分主要是主讲的我们的一个NOMPAN 再然后是我们的一个Pandas 再包括我们的一个MEDProtlib 以及包括我们后续要用的一些PyChars,Symbol等等这些 那么这些这一个部分的话都是我们比较基础的部分 那么基础的部分的话也就是说 知识点也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难 所以说我们这里大家就保持一个平常心去学习它的一个东西 那么第二个部分是我们数据分析高阶的一个部分 我们在数据领域的话是可以把它叫做我们的一个数据挖掘 那么数据挖掘的话这里就会涉及到我们的一个机器学习方向 包括我们的一个普通贝斯以及KN算法KMIS等等这些 我们都是会用的 那么这里的话大家可能会把它想成很高到上 那么大家可能又会问到老师说机器学习 包括一些我们所说的一个人工智能等等这些 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我们数据挖掘里面的一个部分 那么这个部分呢主要是会讲到一些算法跟建模这一类 当然它这里面的话其实你掌握一些思路 包括方法学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内容呢就是关于我们数据分析 那么讲数据分析的话我们主要是讲解五个小支点 第一个是数据分析的一个背景是需要我们了解的 以及什么是数据分析 再然后我们数据分析应用到哪些场景 我们这个也是需要知道的 那我们需要记住的是我们的一个数据分析的一个流程 再然后是知道我们python做数据分析有哪些优势 那我们现在来看到一下我们的一个课件过来 那我们第一个先是了解一下我们的一个数据分析这一个背景 那么数据分析它这一个背景的话 还是由于我们计算机和信息技术 它的一个训模发展 包括它的一个普及应用 那么包括我们各行各业 以及互联网移动 车联网包括GPS 物联网等等这些音学影像 包括我们安全监控 甚至包括我们现在一些天气数据 包括音学影像方面 都是疯狂的在产生一个数据的 那么这个数据的话 它的一个数据量是非常巨大的 包括我们现在也都知道 包括大家应该都用过淘宝抖音 包括我们所说的一个视频网站 他们这些都会有一个播放量 点赞量 包括你的一个上传 而且基本上抖音大家都会用的 那么这个数据量是非常庞大的 那么以前我们传统的一个技术来说的话 是把它的一个 现有的一个数据是传到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但是随着我们数据量越来越大 那么服务器它的一个成本是会越来越高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把它的一个数据 更加的去挖掘一下 然后就会有涉及到我们的一个大数据 这一个处理技术 那么方法和手段的话 就是已经成为我们目前来说 现实世界的一个迫切需求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数据分析的一个背景 第二个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数据分析 那么在我们想知道什么是数据分析的话 我们就先要知道什么是数据 那么数据它在官方有一个定义是说 是科学实验检测统计预测等所获得 和用于科学研究技术设计查证决策等数值 这一句就是说我们把它理解为我们的一个数据 那么也就是说实验啊检测统计观测 包括我们所说的一个等等这些 都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数据 可能在互联网里面我们可能大家都接触到比较更平常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视频 然后是数据 然后就是音频 就是音乐 或者说是图片 再然后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嗯 类似于所说的网页等等这种 文字数据等等这些 都是我们可以 我们就是日常生活都比较常见的 那么数据的话 它有比较多的一个 嗯 性 就是特异性 第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变异性 它就是说它是会随着我们时间定点 生产生活以及客观的规律发生改变 第二个是我们数据规律性 数据会达到我们足够数量或会产生一定的内在规律 再然后是我们的数据客观性 就是能够记录在我们佐证客观事实 不随着观意愿去变化的 就是说它不会随着我们的一个 就是它是比较真实记录的一个 嗯 客观的一个事实 那么在进行我们科学合理的数据分析呢 我们是可以把它使用我们的一个数据驱动决策的 就比如说我们的天气预报 利用物理数据对未来的一个天气进行预测 那如果说我是搞旅游业的话 或者说我是种植业这一个方面 我就会根据天气预报的一个数据 那我们比如说明天我出太阳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进行下地干活 或者如果说明天天气好 那么旅游景观的人星期天这种 或者说周末节假日 这种对旅游行业的话 可能就会天气好 然后又是放假这种时间的话 就可能就会在加大对旅游区的一个管理 包括人流的一个排放等等 这些的一个措施 都是我们数据分析里面的一个内容 再然后是我们的一个商业应用 就是把数据帮助我们企业的发展的一个生产力 这个是怎么 是有一个在我们 其实在我们的一个生活应用当中 也是非常显著的 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呢 老师这里打一个比方 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国家都是 在号召我们的一个电力 发力等等资源环保这个方面 那比如说在一些数据里面的话 可能就是知道它这一个地方 天天出太阳 或者说它的太阳数据量会比较大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它的一个地方 建立我们所说的一个太阳能发电 竟然去节约我们的一个电源等方面 这些利用 再然后是说 如果像我们的一个下冰雹 这种气象摘它的一个天气的话 可能就会加大它的一个物流运输 可能我们这个地区可能就 不会再去给它 加更多的一个商品 去运输它这里 比如说我们在疫情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过这样子的类似的情况 那么疫情比如说那里 我们就可能就不允许说 去送快递这种想法 但是其实的它这里的话 就是说重要的还是会影响我们的一个 包括人类的活动 包括我们的一些商业利用的吧 等等 所以数据分析它会应用到我们的各个好业 那么当然数据分析 这里前面我们讲的是数据 那么数据分析 它在官方是有一个定义的 它是说只用适当的统计方法 对我们收集来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 将它们加以汇总和理解并消化 以求最大化的开发我们数据的功能 发挥我们数据的作用 那么数据分析 它是为了提取我们有用的信息和形成结论 加以对数据加以详细研究概括和总结的过程 那么数据分析的科数学基础 是在我们的20世纪早期就已经确立了 但直到我们今天的计算机出现 才使得我们它的一个实际成为可能 并使得数据分析得益我们所说的一个推广 那么这里有一句经典的话语 叫做我们数据分析 它是数学与计算机相结合的一个产物 其实我们的 其实就是说我们数据分析